中国大猩猫保护研究中心核桃瓶野化培训基地的一名饰养员 然后我主要从事的工作有三项 大猩猫野化培训 大猩猫野外营种 和基地大猩猫的饰养工作 从我15年7月份进核桃瓶野化培训基地 我就特别喜欢这里的自然环境 还有这里有很多丰富的物长 然后让我增长了很多的建设 2015年7月份从我进单位过后一个月 熟悉了基地各个工作过后 然后从8月份我就在天台山开始参加 大猩猫野化培训工作 主要是滑胶 滑岩 脏梦 硬血 八血 情星 小核桃 这些大猩猫 我都参加过了野化培训的 大猩猫野化培训一般分为两个阶段 在基地内的属于第一阶段 然后在野外 天台山的属于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培养的是大猩猫幼崽 这是妈妈 培养它都是爬树 躲避危险 寻找水源 这些技能 第二阶段的建设比第一阶段的建设大 然后第二阶段的建设它是更加接近于自然状态下 第一阶段相当于是模拟野外自然环境 第二阶段竟是于实战的一个状态 在野化培训中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 受自然灾害、大风、暴雪这些天气的影响 那些围栏有些倒塌 那些培训的幼崽 它可能对培训圈是比较熟悉了 然后它可能就会出去的探索一下 可能就到培训圈外面去了 然后我们即使的发现它寻找到它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会通过母兽来引诱它 就是回来 就是回到培训圈内 在我们大熊猫野化培训的过程中 它有些幼崽 它不适合野化放归到野外 我们会对它进行评估 从它身体的状况 躲避危险的能力 我们会来判断它 它适不适合放归到大自然中去 我们是用无线电接收机 用天线打信号 用无线电接收机来接收信号 然后来判断它的方位的 测试 如果抛开地形和天气的因素 基本上很准 野化培训大熊猫的难点 首先我讲一下第一期的难点 主要是给大熊猫幼崽佩戴录音笔 怕到它的身体状况 然后它有些时候 它在树上的时候 它很多时候它不会下来 我们称重的时候都比较 就是不好称重它 因为它经常白天它不露面 晚上它才出来 然后到妈妈身边吃奶 然后第二期的时候 主要也是这有问题 因为第二期的森林很大 然后它在树上 然后我们每次就是寻找它 监测它的时候都比较麻烦 还有就是它有些是在树林里面 它把那个录音笔 象圈挂掉了 然后我们重新给它佩戴的时候 就是穿上熊猫幼崩给它佩戴的时候 就是比较难 像我们每次出野外那个季节 主要就是暴雪 那个泥死 落石 然后还有野生动物 然后野生动物我就遇到一次 当时我在那个竹林里面 在前面走着走着 然后前面都有一只野牛 当时它背对着我 然后我也没动 静静地在那等它 当时它就朝前面走了 然后没有往后 应该是没有发现我 当时我非常紧张 然后脑袋在飞速地运转 我在想如果它给我冲过来 我该怎么躲避 朝哪一个方向走 平常如果是营种的时候 我们遇到很深的雪 半人多深的雪 我们不确定那个雪 或者前面地形是什么 我们就会用一个竹竿 先去试探一下 能不能通过 不能通过 我们再选择其他的道路通过 能够通过 我们就踩着雪过去 那个行者非常的困难 鱼衣当不住这个雪 滑了 全部都要把衣服打死 当我们野化培训完成过后 在放归的那一刻 其实我们内心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我们从小培养它 虽然它对我们的认知很少 但是我们对它有很深的感情 从小看着它长大 当时放归的那一刻 我们是非常的不舍 但是我们心里是非常激动 非常开心的 因为它终于回到了 属于它自己真正的家